古代有罗盘用来识别方向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式的发展 当今世界早已不像当初那样了 在人的不断探索中学习 最终还是发明了一种比罗盘更实用的技术 那便是导航当今航海可谓履行的必备 当你出门获取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没有航海人永远是不行的 因为美国的导航系统被用于世界各地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的视频 也能接收最新的视频消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因此美国也因此获得了一大笔财富 每个安装了GPS芯片的产品 都需要在美国方购买专利 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最大的缺点却不在于金钱 原因是使用了这个系统 实际上美国可以使用卫星系统 来监控全球用户的实时信息 这种情况自然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 因在任何时候 都可能被美方掌握国家机密 这也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正在想方设法去研究发展导航系统 要打破美国的垄断 中国在太平洋熄灭 乘小船或乘飞机去某国 根本不用罗盘就能识别方向 这是由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 成了高新技术产品的主流发展方向 通过卫星导航系统 我们可以导航到任何一个地方 虽然主要的全球定位定位系统 令美国自豪的全球定位系统 到目前为止 也有20年的发展历史 首先是由美军这样的用途 搜集情报 并且附属于军事领域 现在是向美国人民开放使用的 GPS系统具有单向性的特点 以从美国扩展至全球 每天都要做 每个人拥有的手机内置导航和汽车导航系统 采用GPS定位系统 对美国和体制的垄断 用其赚了一盆满钵满 那时 美国可以使用卫星来监视全球 可以实时获取所有用户信息 为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提供了研究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危险必须被抑制 中国的科技比1964年落后 美国已等不及在海上 使用国际首个卫星导航系统 军船定位系统设计 这就是由六颗卫星组成的一个星座 GPS的建立 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建立的 如今它的出现和中国北斗卫星系统相当 基本上能描摹出一些定位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层是多么高啊 而这正是美国的垄断方式 但中国却是从零开始建造北斗卫星系统 总是在等待时机到来 四川大地震打破了美国垄断美 不走运的是中国有这样的成就 到慢慢其修远系 我会上下下求 中国的探索性卫星定位系统 一直坚持并坚持 如今 这一技术已成为全球四大卫星系统之一 北斗卫星系统的建设是1980年代 该项目是在1994年启动的 2018年工程程租人基本完成了项目研究 预计到2020年底 以GPS系统为目标 提供全球性服务 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可采用自己自主研发的BS导航系统 足够展示全球正在出现的导航系统 这些盒子都是绕着地球大气层飞行的 基于我们的需要知道具体地点的用途 人造卫星扫描太空中的数据 然后向我们传送信息 目前已有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卫星建设 已有40颗人造卫星在四川发射中心发射 西川卫星发射中心传来一声巨响 第41颗导航卫星安全发射进入相应轨道 它被命令为极星号导航卫星 它也是所有卫星中最强大的一颗 该卫星被列为四个主要的卫星导航系统 以重型为重罪 以重型 还有三个国家和模式的差距 航海卫星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了更好的前景 在定位方面 自动驾驶要求比以前更加精确 人造卫星定位会产生数秒或数十米的误差 这两种类型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危害 以导航卫星为参考的地面基站 许多人造卫星避免了通病 经历误差的实现信号精确定位和导航 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 是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是四大卫星系统的国家之一 也是星号导航卫星 是一组表示卫星系统的等级 美国将不再独占知识产权 而美国人则大吃一惊 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到2020年底 将打破美国GPS系统二十多年的垄断 与世界各国相比 中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水平都比较快 使其他国家感到恐惧 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 必将加快我国综合实力 在思想和技术上的发展 国家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这项技术会令美国科学家感到震惊 这就是因为这种技术 只属于我国 即使是美国也没有在开发它 直到今年年底 完整的卫星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 我们将全面超越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是其他国家担忧了 但中国从未以这种事为荣 只是继续保持谦选的态度 持续努力开发 尽管我们能为祖国感到自豪 但必须保持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民族复兴大业早日实现 我确信总有一天 我们可以使整个世界震惊 看看中国的崛起和导航吧 人造卫星的发射令人震惊 究其原因 这是因为这个错误几乎被忽略了 它是我国科学研究技术的一个标志 航海是对精密一切的要求 一向严格 我们国家能够完善 做这样的事吧 这说明我们国家在相关技术上的发展 确实非常出色 我们国家的卫星系统有很大发展 它将打破美国多年的技术垄断 将会给美国的导航系统带来巨大影响 却依然无法放弃努力 DPS卫星导航系统 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自主开发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独立运作 能够实现全球各地的全天候 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受试服 并且有独特的短信通讯功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染成奇说 北斗三号系统正在建设中 这只是全球范围内的 系统的性能可靠性也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就定位精度而言 现有系统的性能将提高一两倍 从地球上看 中国在导航卫星上的定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人们就开始担心 集军设计中提出了四个航路方案 后来被推荐为担心 双星三星三至五星的区域系统方案 和多星全球系统的设想研究论正在研究 再次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80年代早期 专家小组由两代一星领袖陈芳和院士组成 给出了双星定位方案 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佳方案 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等各种原因 又被搁置了十年 199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海湾战争中 在美国 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很成功 角色能力很强 在战争结束后 没有战争是不可能的 双星定位计划搁置了十年 然后立刻开始 为什么30个人造卫星的系统 不能像美国一样 那时的国情是又没有经验 也没有资金 开动时要慢一点 以小事情做起 到了那里便完成了 容易搞砸锅 网友肯定会问的 三个坐标点是空间的唯一位置 这两个卫星是不够的 这个问题很好 在双星定位方案中 用户需要自行测量高度 然后得到第三个坐标系 它类似于将一个虚拟卫星 放在地球中心 这样可以达到三星定位 干嘛只发射三颗卫星了 原因很简单 海拔也很低 该计划比较省钱 只有两颗星 它肯定无法像美国GPS那样 处理中轨 这条路覆盖少 大多数时候 这两个中轨道卫星将飞出中国上空 那么 中国的用途是什么呢 所以只能在轨道上运行 仍然必须保持安静 所以可以很好地停在中国大陆上空 它是全球公共资源的多系统兼容和互操作性的结果 成了发展趋势和星号 这颗导航卫星让美方感到震惊 正因为它的错误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要知道用于导航这种精密仪器 特别是用于导航较精密仪器 它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即兴号导航卫星几乎达到了零物差 能够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该项目目前仅在我国进行研发 暂居国际领域的领头羊 不美将如此惊讶 北斗系统由我国发射的四十颗导航卫星组成 目前已在一些领域得到初步应用 认为离大规模普及的日子并不遥远 我们国家是八十年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称 卑鄙 不知何故我们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艰难困固 这个项目是在1994年启动的 经历了二十多年 该项目的研究基本上在2018年之前完成 并且计划在2020年年底前实现全球交付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能够拥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尽管我国的BDS系统起步较晚 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正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导航系统都可以 所有这些必须依赖于地球以外的导航卫星 就是因为卫星是在太空里 信号不停地传送给地球来传送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导航系统 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四川 它就是支撑BS体系的坚强后盾 伴随着四川在中国的轰鸣 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发射 成功到达安全预定轨道 这就是极星号导航卫星 人造卫星的出现弥补了以前我国和美国的部族 在俄罗斯这一方 其阵势作用也让美国人吃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